好了, 来讲讲国内的消息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是 2013-2011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这个数字很夸张 409万亿 年均增长是9.4% 其实是中国投资了很多 在社会固定资产上 这是好消息 但是和西方国家的数字会很不同 因为西方没有投资那么多 在社会固定资产上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你用西方的经济理论 去量度中国 好像全部都不适合 因为如果根据西方的经济理论 中国应该已经崩溃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 只能在他们观察到的地方 是行动的 在其他地方 在中国的情况根本是不同的 中国是例外的 我经常都说 根本不一样 有很多东西 中国银保监会的消息 2022年上半年 21家主要银行 減免服务收费 1375亿元 这个对于 说真的 社会一般人是好消息 但是对于银行股来说 是否好消息呢 当然当然不是好消息 银行赚钱是两个方位 一个是靠息差 就是业务上 借出借入 还有回率的差异 那些去赚钱 中间那些抹价去赚钱 另外一件事就是服务收费 服务收费是主要收入来源 尤其是对于澳洲的银行 这个真的很夸张 它根本主要是靠收服务费 现在减免了 中国银保监会的消息 中国的银行就减免了 对消费者当然是好消息 但是对于银行股来说 那是不是好消息呢 那不是 好了 还有就是 公信部最新统计的数据 去到8月底 三大营运商 发展蜂蜗物联网 那个 即是网中用 网中端 这个用户就去到 16亿9800万户 那这个就是 IoT 利用手机网络 去做IoT 那跟其他地方有点不同 其他地方就会用其他东西去做 不是全部都会用手机网络去做 那 香港其实这一方面 我也要讲一讲 是比较落后的 真的落后很多 跟新加坡比 本身已经差很远了 因为 新加坡他们 我之前去新加坡 一百年的时候 去新加坡 他们的工厂 都已经在搞密联网 连做鱼弹的工厂 都搞密联网 不是说笑的 是说真的 是一百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系统去做 香港 其实落后了多少年 大家自己看一看 现在市面上的人 做事的方式 是落后了很多 有些没办法 因为 香港就是这样的 除了金融 地产之外 其他行业都不是注重 而商家佬 主要都是 我也不想这样说他们 主要都是在金融 和地产 找食 其他事情他们有没有搞 老实说 能够减省的 他们就减省的 香港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比较好的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说 就是 富三代 有些真的做得比较好 就是他会投资一些 人们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一做完之后 整个感官是不同的 整个感官是好很多的 现在还有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的消息 就是有40个国家中医 临床研究基地 已经建设好了 这些又是好消息来的 近日 国家防种检查组 去到湖南江西这些地方 检查长江流域中下游 抗旱减灾工作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今年也是很麻烦 因为整个长江流域 其实比之前都是干旱得很厉害 这个我们一向都有跟大家说 所以呢 我见到有些人笑欧洲干旱 就说 欧洲那里做得不好 那问题就是 无论你那个水利工程做得多好也好 只要老天爷不帮忙的话 其实就是很麻烦 地球先生病了 大家都很惨 好了 拖得车就说郑智光 我就认为郑智光是比较做得好的 就是在香港 但是当然那些人不是这么看的 觉得他做这些东西都不能够 将利润最大化 但是 问题就是你要做长远一点的话 你没有可能短期将利润不断最大化 如果你不断将短期的利润最大化的话 你长线的生意能不能够做下去呢 我是很怀疑的 如果你觉得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 有一班有钱佬 他们那种杀鸡翠鸣的方式 就很有效的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就是贝勒格格 和Vivian Tech 很多谢你们 还有就是疫情那方面 就是23号那时候的数据来的 这个是 31个省自治区植核市 就报告了 确诊病例188例 境外输入就59例 本土病例就129例 就是动态清零这一件事 在国内还是做到的 有些人就说代价很大 但是我也是坚持回我的观点 就是 你不付出这个代价 全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很大 包括那些老人家 尤其是70岁以上那些 他们离开的几率就很高 其实中国那个 人均那个寿命 那个预期寿命 其实已经是 好过美国了 因为之前其实是差过美国一大绝的 但是现在就好很多了 就是中国就很有趣的 男人本身 那个预期寿命本身 都短过香港人很多了 内地 为什么呢 其实中国内地 有些生活习惯真的不好 比如喝很多酒 吃很多烟 那些生活习惯是不好 香港人也是 香港人也是 但是呢 香港的医疗系统 其实就很好 那 那 现在 在香港的情况 就是 应该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 70岁以上的 接种新冠疫苗 的人口比例 其实都不是十分高 已经接种 完成 人口比例 不算十分高 那么 那个问题 就是 你一开的时候 其实首当其冲 第一 就是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你说 他没有接种疫苗 他值得死 你有得他死 但是不是这样的 我要讲一件事情 给大家听 如果有些人就说 有得他 给了那么长时间 他们不打疫苗 他们自己值得死 他们 就算出问题 他都不是死的 你知道吗 那个问题 那时候就是重症 就是 一中了新冠 重症 重症 在医院拖两三个星期 有些甚至是三四个星期 有些情况是这样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看到病例就是这样 一中了招 最初没什么 接着 打算没事 照样如常生活 但是 去到 第五六天 接着 他突然之间急转直下 这个Omicron BA.4 BA.5 很常见的情况 我问过一些医生朋友 接着 他就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 之后 一病不起 就占用了ICU 他占用了ICU 他占用了ICU 其实有些情况 不是全部情况都会 但是有些情况 会影响了普通 就是其他人 要做手术 就是没有众生观的人 譬如他有其他疾病 譬如他生癌 这样才算 生癌的话 他要做手术 结果 就因为ICU 不够 他们生癌的人 就不能及时去做手术 结果 就是会令到 生癌的人 都受到负面的影响 所以整件事 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在一个 内地 医疗系统 都是受压的情况 很简单 内地的医疗系统 本身的压力很大 就算没有新冠 他们的压力 也是很大的 加上新冠 一旦有些人重症 其实已经很麻烦 算了 不讲这些了 因为每次讲疫情 都有人说 你经常叫人打疫苗 现在疫苗有害 每一个在我们节目下面 讲疫苗有害论 不好意思 如果你讲疫苗有害的人 我就已经叫了James 就帮我们集中处理这种问题 因为现在还有人在传播这些 我们是直接会举报你的 在这个户口上 会举报你的 如果你在这里宣扬 疫苗有害的 这些是YouTube 都叫我们举报这些人 说一句老实话 因为他们这些 就是散播一些不实的资讯 你一散播不实的资讯 我们现在是会举报的 就是你喜欢 举报就举报 开多个户口就行 你喜欢玩这些 我们无所谓 我们照给钱 James 帮我们做这个工作 因为这些东西 就不可以被人敢说 嘉嘉就说 好像没什么人说疫苗有害 有什么 有当然有 我们一看到 就立刻举报 留言就关掉了 是我们在这里 做了工作 才看不到的 如果你散播一些资讯 是不实的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考虑 有些人散播不实的资讯 我们就举报 就是这么简单 有些人是很离谱的 匈威斯说 反疫苗网站五孔不露 他们很喜欢说 有些专家说 打疫苗长期有问题 二三十年之后有问题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但是那些是上不了主流医学的 我要告诉大家 主流医学现在也是和大家说的一件事 就是你打了疫苗就安全很多 我们只能够说回主流医学说的东西 以及政府说的东西 世卫说的东西 好了 中央气象台也都继续发布余景 江苏、河南、贵州、广西、重庆这些地方 有中度至重度的气象干旱 中国的农民今年是很难搞的 那个情况我们之前也说过 虽然农程调度 全国抽粮收获超过两成 其实这些算是好消息 但是今年的农夫是很惨的 据我们的了解就是 是很难搞的 有些人就在唱农夫死了 那不会死的 国家兜底 国内好的地方就是国家兜底 但是你说国家兜底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它过好日子呢? 就不是 只能够就不用死 现实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呢 24号的12点 就是晚上12点开始 就是今天开始 严格来说 海南三亚就开放离市通道了 就是三亚那里 那个疫情已经完全处理好了 大概融入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两个月 处理好 其实已经是很好的情况 现在开放回来 其实也是好事 25号的时候 就是今天 辽宁大连公共场所 就有罪开放 因为他们都会调整的 内地也是 好了 因为未上报 这部运管阳性样本 导致疫情传播 核酸检测机构 石家庄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 被立案偵查 现在就有很多地方都会处理这个问题 好了 另外第二次 2015至2021年 股核明目资源 普查结果 就较早前公布 全国股核明目 一共 5081900棵 有五千年以上的股树 就有五棵 就在陝西省 这些我已经誓愿了 一定要去看一看 五千年以上的股树 一定要去看 当然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 这里我看过 中国那些我一定要去看 一定会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就是今天 下午4点至10月2日 下午4点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地区 有军事任务 就禁止洗入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多公开公示 所以 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是要准备好去打仗 准备好 不是说要去打仗 是要有准备的 好了 重庆警方又征破了一宗跨境网络赌博案 涉案流水 听着 是437 亿元 很夸张 这些网络赌博 其实很赞 所以现在才有洗米华 现在被人告 有些人说他没事 我现在收到消息 他确实没事 有人会骂他出来 我又不相信 老实说 我觉得他是实实乱 因为现在 根本已经有人指证了 他有份去搞倒底面 另外 福建永安 就发现了蝴蝶新纪六种 叫做燦烂霜霜灰蝶 有图片 我们稍后就会在社群业或Facebook 里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 它只是一张側面的碟 我看不到很灿烂的双尾碟 要找到一张 是他揭开那一块蝶 接着我就给大家看一看 好了 现在北京 事行二手房 连环单 买一 买一 并行办理 连环单 家庭卖出 买入房屋 可以同步进行 扣房资格核验 申请办理扣房贷款缴税 和不动产登记的业务 这个连环单 的做法是这样的 其实是 鼓励那些人去换楼 去升级他们的住房需要 这个是好事来的 其实就是 但是北京的楼市 其实是 一直站得很硬 它是用限扣的措施 令到那个价钱 就不要爆上了 海南亦出了一个措施 就是2022年8月至12月到期的 农民小额贷款 和新发生的农民小额贷款 贴息 由5厘 提到6厘 这个很难搞 但是 没办法 现在大围的利息 都是向上 所以这个很难处理 福建厦门 就是高校毕业生建策保座标准 原先 1980元一个月 提高到2233元一个月 另外 就是全国降水量预报图 就是西藏东南部 川西高原南部 这些地方 就有暴雨 好了 北京有一个消息 就是10月8日至25日期间 全日禁止运载危险化学品 含劇毒化学品车辆 在北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行驶 这个和国庆是有关系的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再讲一下其他的话题 休息一会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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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